大家好,我是Amber,今天是2019年11月4日 嗨,我是Dennis,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 其实大家看到在过去资本风起云涌的这么多年 资本催生了一大批明星的传业公司 那估值超过10亿美金,100亿美金的也随便皆是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 就是算是独角纵中的一个明星的公司叫做WeWork 那WeWork它曾经估值高达470亿美金 但是在近期的一个IPO尝试中它已经不断的失败 估值也叫它的高峰期跌到了现在的大概50亿,80亿 如果远迎投50亿以后,它有80亿 有人会认为它是个负资产 那它其实现在的估值已经比它的高峰期 已经远远缩水了大概1%的左右 那今天我们就想去请Denis这边给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WeWork它,WeWork最后还是没有Work 到了现在这个样子 We doesn't work 我想讲WeWork,我比较有资格 就是说不实在的我做共享办公的尝试的时间比WeWork还早 我2009年就曾经在中国建立联合办公 包括联合办公这个词也是我创意的 好,这是一个 对,那其实我也听说你以前是在共享办公的这一领域 你是有盈利的,对吗? 对,现在都还有盈利 那必须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边算是成功的一个经验 因为我自己也是上市的保健人,投行家,同时也是会计师 所以今天呢,可能我是会从财务,商业模式 还有这个行业的一些内部的一些运行规律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开始以前呢 我先讲讲WeWork的这次IPO的背景 那么WeWork在今年吧 今年7月份8月份就向美国SEC递交的上市的申请 那么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他们宣称这个公司的估值啊 最厉害的说可以将来会过千亿 至少有500个亿 因为之前的远银的入股是470亿的估值 那么市场上也炒得很很旺盛 但是呢,想不到那个后来是一个大的反转 这个神反转 这个神反转呢,导致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上市失败 100亿的估值都没人要 然后呢,后来就出现一些消息 就是一些判断 WeWork如果到了11月份再没有资金投入的话 公司呢,就可能会进入流动性估结和破产 那么这个是非常惊人的消息 那为什么会这个到从那么光芒适色的一个独角兽到现在一个固执 你再一降再降 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去接盘 怎么样一种算是这么失败的一个经典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首先我觉得这个传闻,市场传闻也并不是空穴来封 因为我有这个机会去看一下它的招股书 我发现有些数据是比较这个触目惊心的 那么比如说过去的三年半 它光亏损就亏损了42亿美金 这是非常巨额的数据,这个难度也是相当高的 按照会计准则手头上它的这个租约的责任和租约的债务 就是它未来要给这些业主支付的这个租约达到470亿美元 那么这是一个经年的数据 还有呢就是它2019年的上半年 经营性的现金流就是现金的流出 净流出加上投资所需要的资金 是付的23.6亿美元 但是它的手头上的资金呢 只有24.7亿美元 也就是说如果下半年 它的这个燃烧速度还是这么快的话 到了12月现金就烧光了 那么有公司不可能等到12月一分钱都没有烧光 所以如果理论上说没有轻的资金投 11月就得破产 也就是这个月 是是是 那必须等到百无事的出现 对对对 我们可以就是深入的分析一下 就是说像这种共享经济模式为什么会失败呢 因为我们也看到市场上也有很多成功的公司 像滴滴或Uber虽然说 滴滴还不能算成功 对对对 他也没上市 还不能算 上市也不一定算成功 只是说算是 他们还在聚额亏损当中 是是 但是他们的聚额亏损还是受投资人的一个认可的 对对 就是他会是觉得说 起码说这种亏损就像亚马逊这么多年的一个亏损 现在也是迎来了他的一个高官的一个时刻 所以说我们说这么多的不同的一个共享经济的一个模式 那为什么说这种共享经济可能说会有前景 那像Uber这种共享经济它是现在失败了 那它到底是有没有前景的呢 我们讲一个公司亏损能不能够流转下来 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不是做会计的要抓住一个特点 如果你的经营性现金流不是正的 其实你的亏损是很难流转的 除非这个短暂的经营现金流为负 那么但是呢就是 你如果我们看 IBMB这个Uber和很多这些比较成功的共享模式 有一些就是有的其实不是 就算上了市以后股价也下跌 包括Uber 这个股价也下跌 所以并不是市场上那么完全的接受 最后市场上证明的结果也不一定说这么如意 但是呢反正稍微能够跑得过去的 都必须要满足这样的一个特点 这些行业必须要有的特点 经营性现金流必须为正是吗 对最终经营性现金流必须为正 如果你做不到经营性现金流为正 那么或者是长期经营现金流为正 那么基本上你这个亏损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你刚才所说的Amazon Amazon其实历年的经营现金流都是正的 它只不过每年的投资过大 导致了折旧贪消等等 导致它打个平手和接近亏损 但它也不是一个巨亏的状态 它是一个因为扩张 快速的扩张而引起的一个亏损 但它本身的业务是能够带来持续稳定的一个现金流 它是Amazon是布局了整个生态店 它投入了很多高新的技术 然后这些技术包括无人的送货系统 然后各种各样的软件 所以使得到它在未来的经济里面形成一个不败之地 所以投资者认可 那么我也讲一下就是共享经济的所要成功所要达到的一些特点 第一个它必须要满足赢者通杀的逻辑 也就是说它在这个行业里面如果它赢了 它这个行业要能够使得所有其他人都赚不到钱 这是一个 比如说某些远见 这个要求有点高 现在只有微软都好像没做到这个 谷歌能够做到 在中国是可以做得到的 阿里其实也某种程度来说也只剩下少数的几个 那么其实它必须要达到这个特点 在一些行业里面挑战者可以轻易挑战领导者的话 那么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是很难成功的 那其实说不定这就是为什么深圳一这么大手笔去投资微软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希望能够培养出另外一个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一个垄断者 但是也是投了重金进去 像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共享经济的这种办公的领域 其实也没有哪一个能够像微软能达到那么高的一个估值 对不对 那为什么说那其他其实 因为像孙正义他是做了很多类似的一个一个投资 像阿里也是这么培养起来的 那为什么阿里有成功像微软投了那么多的重金 也没有能达到一个就是赢者通杀的这么一个战略地位 其实阿里已经差不多赢者通杀了 对对对对 阿里是成功的对吗 因为他也是重金打出来 也是打败了不少的一个竞争队手跑出来的一个赢家对吗 那当时我们的这个WeWare 我感觉孙正义他其实也是想要投入的一个战略就是重金投入 对对对对 然后就就把其他的多干掉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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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要什麽条件才能达到这种因子的通商呢? 首先它跟行业有关 软件的行业 比如说你的成本 你的成本不需要一个地点 在一个地点里面可以服务 全球或多个地点的这种行业特征可以 比如说阿里 它只要在杭州的总部通过软件 它可以管理全中国 甚至全世界的这个业务 那么它这样子的一个行业的特征 才能够使到它的成本 单个的货客成本 和单个客户的服务成本 能够降低 全球性扩张 整个编辑成本降低 但是我这里可以很负责人的说一句 房地产是做不到的 其实像我们这种房地产的这种行业 就比如说这种办公室 它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做到银子通商 这种商品 无论怎么去投钱 对 都没有办法做到 都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原因是 首先它是一个我们叫做 英文名叫做Space for Services 就以空间作为服务的这种服务的内容 那么它的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有办公空间 或者是公寓空间 就是你这空间提供 这空间本身就有租赁成本 而这是租赁成本是固定的 很多的管理的费用 随着各个location 各个地点的扩张 效率会减慢 而且管理费用会增加 所以规模增加本身并不会带来单位效率的提高 不一定会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规模效应可以导致 可以提高进入障碍 什么叫规模效应可以提供进入障碍呢 就是说举个例子 你如果你你现在阿里这么强大 京东也比较强大 再造一个京东再造一个阿里 你就算要身孙正义再次投资 他也发出对吧 因为他也觉得这个根本就不可能 给你同样的钱也没有 对 因为因为投资者的教育 他已经形成习惯 所以他的规模 直接就导致进入障碍 比如说微软 你是不可能开发出一个微软的 这个微软的远见平台出来的 同样安卓 或iOS 都没有办法开出出来 它变成一个生态 它的规模是导致这个进入 新的进入者很难站稳脚跟 这就是要达到的第二个特点 那其实像reworld我自己理解为 像如果说他的规模效应 其实能给到需要办公空间的人一个 我觉得会有一种连锁店的一种效应 比如说我今天飞东京 然后明天可能飞上海 那我可能每个地方我都会用到reworld的同一个品牌的办公室 对吧 这其实对我来说也会是什么成本 因为我相信我作为他的可能local的一个客户去其他地方 会享受一定的游会 对吧 所以我想问问你周围 以你为说 你什么时候要在multi location 在短暂的时间内办公 然后有多少人在供这么多的客户里面什么时候 今天在中环明天在北角 后天在侧余充来做一个办公 其实这个的情况有 但是在众多的客户是里面就像咖啡 上面的泡沫的小数的群体 而这个逻辑不足以支撑一个高估值 或者是我们叫做这个吸引的这个高的拼免就是溢价 对那从地点上来说确实说可能需求会少一点 其实我觉得reworld可以从服务方面多做一点 对啊服务多做一点的话 可能说他的免性会更强 对 他的一个形成垄断着地位的可能性 机会会更大一点 对对 我这里想提一点就是说我看到的很多我们 共享办公共享公寓业者从来不考虑一点 就是你的服务成本能不能够低于你的服务收入 如果你的服务成本没有办法低于你的服务收入 那么这个行业所谓服务是无效的服务 是赚不得叫钱 那你就要想办法提高啊 不是这个跟你的目标客群有关 那比如说我们做投行的一单生意300万200万 我的交叉销售 我服务一个客户的交叉销售可以带来200万300万 我就算陪他喝酒吃饭喝醉了 这个服务代价也是值回 就是你低于服务的收入的 所以你是说创业者没有钱什么 对啊 没有钱我服务你 就是说你要你要明白创业者就是啊 其实微博的很多客户是一个 我们叫做这个自由工作者 还有一些创业者啊 在美国的已经是创业者最有钱的 他们每个人的收入都有10万 一出了美国尤其在中国 微博的收这个成本等于这个创业者一个月的收入 收入中国收入中国的3Q 他的办公室的成本一个月的租赁成本 不是一个办公会啊 3000到4000等于一个一个新的大学毕业生的税后收入 嗯那就是说这个成本真的是非常的高啊 对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想你的服务成本本身就这么高的话 你还想从你的不是那么有钱的目标客群里面获得收益 那么这个所谓的通过我服务的交叉销售 获得更高的回报是个伪命题 因为我很早就做过这种尝试 我在我早于微博2009年就试图给客户 我说说低端的客户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比如说他们经常说的这个订餐服务啊 会计服务啊 然后做一些这个打印机的服务啊 还有一些秘书服务啊 后来发现免费的才才要 要钱的他们都不要 然后人家的客户 让我们做一个这个记账 只愿意给200块钱 我请个人要四五千块钱 加上这个维护的成本 就是包括这些无险逸金啊 这样子 那我每做一个亏一个 所以我这里面在共享办公 或者是共享经济里面 就是说对于低端客群提高高于他们服务收入的成本的服务 有没有办法对这种所谓你说的低端客群提高 提供一种高端服务 比如说 我们刚刚有个上市的呀 就是专门为创业者 叫什么名黄 我忘了 哦 你就是说那个 对 专门为中国的这种 有个创业版的是吧 应该在美国上市 华欣资本 哦 哦 他所提供的服务 那些PE都是大奶妈 钱多的是 他的PE都是明星投资人 可是他都是为创业者服务啊 这不是创业者 他他当时是为比如说像美团 勇资 你想想美团在在 second round里面 已经是多大规模的公司了 那也是从小到大的嘛 对不对 你仔细看一下 你仔细看一下那种成功的公司 第一 round都不是这些最有名的公司的 哎呀 是好 他跑出来了以后 他可以给你融资 但是你还没跑出来以前 但出到second round 这个都是几十人的公司了 已经不是一个个人在pay solo的公司了 嗯 所以要抓到这个群体也不容易 不是不容易 他要成为这个群体的时候 你的成本才低于这个你能够获得的收入 那不然的话你越做就越亏钱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 解解到现在 就是vivo的最新的财报显示吧 就是他每年额外的收入 这是多少钱呢 1000万美金 嗯 而他的租金收入是20亿美金 嗯 了解 就是他其实还是做一个恶房东的一个 对 所以你说 vivo投了这么多钱 在所谓的 大概在生态圈里面 花了无数的钱 他也只有1000万美金 嗯 在一个软性服务才只有一千万 对 大部分的还就是做一个传统的 二手房东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 所以做共享办公的业者 听我一句话 就是我大概十年前已经做了尝试 对不能够付得起费用的客户提供服务 是一个无效的商业模式 好 嗯 好 还有呢 这个还有一些点呢 我想分享一下 嗯 就是说共享 共享经济有还有一个特点 你必须要不断的有基金支持 因为你要赢者通杀 你就必须要成为赢者 而赢者不是做第一让 第二让就可以成为赢者 要不断的融资 不断的在别人融不到资的情况下 融资 你才能成为赢者 对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 也就是说 拥有远银这样的大来骂 才是一个前提 对对 他有这个前提了 对 客观来说以前是有这个前提 后面也有 因为他成功的绑架了人 后面我待会讲 为什么成功的绑架了皮 因为软银可能不得不出手相救 对 肯定 后面我再给你分析一些数字 那么 我这里分享一下这个WeWork的一些经营的指标 为什么我刚才发出一些与这个事不经营与不休的这个看法 其实WeWork 2018年收入了18.2亿美元 亏损了19.2亿美元 也就是收一块钱 亏一块零二 这是一个指标 收一块钱亏一块零二 这个难度也相当高 经营性现金流是负1.76亿 那你可能觉得奇怪 不错啊 只是亏一点 经营性现金流1.721 你知道吧 WeWork这种模式 前期很多免租的 很多免租是在前面 但是他分摊的是10年到15年 所以他的前面的免租亏光 如果他不能够很快改善现金流 如果后续的经营现金还是负的话 或恶化的话 那么就糟糕了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说他在前面免租通过免费的方式 可能说吸引流量吧 对 但是在后面的时候 没有办法通过所谓形成这种 聚合效应 然后再提高他后面的收入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经济的整个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不能说很差 就是说整个的区域 从美国来说是挺好的 其他地方还可以 你说就算对未来的经济有点负面 也不至于 现在也不是历史上18年这个 不是很差 其实挺好的 那么主要的是他的这个经营过度的扩张 而这过度扩张 管理层当看到 其实我们做生意都是 作为老板和管理层一看到数据不对 你肯定要拉慢着 拖慢这种扩张 那么你不能够把整个商业模式和公司的生存 建议在一个IPO的成功的前提上 所以不然你就会被死 就会死掉 然后 mistake always happen 快速扩张中 可能创始人的一个数字 我们一定能跟得上是这么快速的一个困难 对对对 说白了创始人不能说是个明星的创业者 他以前甚至开过餐馆 也搞过一些共享经济的这种活动也卖了赚一些钱 但是从他的个人经验看不到很强的控盘能力 那么从数字来看 2019年上半年的经济现金流是负的1.93个亿 那么18年全年是负的1.76 19年半年是负的1.93 说明现金流再度继续恶化当中 对对对 那其实像现在 其实当时我们知道像孙正义是软银 就是WeWork的一个大股东 他当时给WeWork的一个愿景是未来会价值千亿美金以上 那其实他在这个愿景后面的一个支持 他是认为未来的人的一个办公模式应该就是共享的一个模式 所以他是基于这一点去给的这么高的一个估值 你是怎么看孙正义的这种vision 这个vision是没有错的 其实共享办公商业模式并没有一个问题 而是当你一个企业忽视或者是默示你的经营的成本 然后进行扩张 在你的经营数据已经证明你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情况之下 你还在继续扩张才会导致这种灾难性的结果 那么首先第一 第二个有很多小型的共享办公 他是能赚钱的 我入行以来我一直都 虽然赚的钱不多一直都能赚 但是呢后来我发现 因为我只是在中国市场 我发现我的收入和我的成本已经不成正比了 那我就被迫要停下来 但是呢可能WeWork这个老板 他更早远于我要把这个公司做到大到能够上市 而只要我的公司够大 我的我是最大的我就能上市 只要我上市我就能套现了 而漠视这个经营的结果和公司是否能够长期能够盈利 你这么想我想的瑞幸咖啡 也是同样一个就是我这么说会得罪 我觉得是有一种资本运作的一个成功案例 也许从资本运作成功不等于经营的成功 他资本运作可能是成功的 但是经营我认为他肯定是会失败的 你是说每一家 你是说每一家 你是说每一家吗 我收不每一家 也包括瑞幸 好 好 纯粹个人的看法 商业模式能否站得住 与你经营会成功还是失败 没有关系 经营出来的结果 赚钱 经营现金流为正 你的经营才是成功的 这个世界上很多商业模式都是可行的 但是并不是每个公司都能跑出来 对 对 对 所以他其实就是失败了 你不能说失败吧 就是说 遭受严重挫折吧 好 了解 那现在这个reward 你觉得孙正义会 是不是被迫必须要做他的百五四 这恐怕是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 就我看到有一些国内的媒体说 孙正义坚决看好共享办公 那其实我跟你 因为我做投行这么多年 二十多年 我见了无数的PE 我知道PE里面的最痛 就是当最痛的 PE最痛的时候 是从被动筹资者 成为控股股东 就是PE的最痛 我还以为会比较开心 那是最痛 自己操盘 你想想PE哪 自己操盘多烦 比如说 当初的Waba Pinkers 华瓶 投资模方公寓 就成为控股股东 现在轮到软银 投资变控股股 如果一旦你看到 有人投资成为控股股东 这是绝对是投资在早期 是失败的 至于你能不能够后期挽救回来 最后能够上市 那是后面的事 最好的例子 是联想投资神州注册 连想投资神州注册失败 前后投了24亿人民币 最后才能把神州注册 在亏损的情况再上市 然后最后联想再把它流涨过来 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 这是失败完在 失败的投资成功的控股股东 操作挽救原来的投资的一个成功案例 那现在深圳益也是失败的投资 即将可能要成为一个控股股东 那他会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控股股东 我个人觉得难度非常大 每个行业不一样 联想有在国内有很大的政策优势 资源优势 基本上可以预测或者是影响某些政策的发生 那么他才能够有这个机会 而孙正义所面对的是全球的这个环境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后面我会讲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共享办公的商业模式 它有什么风险 而这些风险 它的一个成功的一些关键点 如果这些成功要达到 达到成功要满足什么 然后一旦出现风险 这些风险在哪里 而这些风险一出现的话 这个是很难救的 而且损失是很大的 好